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歡香草樂愛田園生活的尼克 我今天收到了一個包裹 因為我用網路買了一些園藝的東西 那現在是秋冬季節 所以我想說我要來種一些秋天的蔬果 還有呢 有節慶到 所以希望有一些香香的 有顏色的花朵 所以買了一些球根 我們開箱來看看我買了什麼東西 這一箱 那我們把它打開來看 它有先用一個氣泡袋保護者 然後裡面 這是我訂購的東西 這裡是我訂購的東西 有沒有看到像洋蔥一樣 那就是我買的風信紙的球根 那我們來看其他的東西 我買了一袋種子 這袋種子 這袋種子 那我們來看有什麼東西 這個有兩種比較少見的南瓜 因為這是廠商自行包裝 所以說它就是這樣子 比較簡易的包裝 這兩種適合在冬天種植的南瓜 應該一個是栗子南瓜 一個是奶油南瓜 再來 那這個有廠商包裝的 有廠商包裝的 這個 這個有一些種子 我們來看這個 這是綠葉甜菜 跟那我打算用這個來種植 長很多的葉子 來採收葉子 來煮湯 再來是這個 這是我想所有的種香草 都知道芝麻菜 或是你有去歐洲旅遊 吃過一些生菜沙拉 還有濃郁的芝麻香 很受歡迎 它適合秋冬種植 再來是 喔 這個也是我很喜歡的 夏南瓜 其實它叫做節瓜 那因為 在農業上叫夏南瓜 是夏天種的 但它是指歐洲的夏天 就在台灣記得喔 要在秋冬季節種植 那你看照片一樣 它會 從它的肌部長出很多南瓜 它不會爬藤 所以你不用把它 想說 我要有一個瓜棚 不用喔 你要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就可以種植它了 還有呢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火鍋必備的銅蒼 所以說我已經種過一包了 那是想說 要永遠不覺得吃 所以說我又買了一包銅蒼 那剛才說像洋蔥一樣的 這些是什麼東西咧 是風杏子 我買了好多好大一包的風杏子 那買了十粒 它有特價 那我們先拿三粒就好 因為這有點重複 拿三粒給大家看一下 欸我隨便隨機抓了三粒 這一粒看起來顏色比較深 它上面是寫風杏子種球 單球莊 喔它叫做動感模子 這個品種是動感模子 再來這個 喔看起來白白的有沒有 有時候風杏子的球根會稍微看出它的色素 經典珍珠白 再來呢 這個就是 喔 單球莊 枣紅色的風杏子 像小洋蔥這樣子 那這些球根呢 如果你希望它能夠冒出花芽 你要先把它放在冰箱 冰三十天以上 然後你再拿出來就回溫 它就覺得春天到了 它就會冒出花芽了 所以說這個的話 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 浴冷大概三十天以上 好啊 因為我一次買了十顆 所以我打算就是全部冰到冰箱 但是我可能不要一次十顆都開花 所以我可能一次拿三顆兩顆 然後讓它找出花 然後滿市芳香 然後等它快要開花 我再拿出另外一個球根 這樣子 我就可以有大概兩三個月都有很香的室內 有花有香味了 那如果你喜歡我這一次的開箱介紹 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